而再来先议员李正文则是对于花莲县在鸡蛋荒时应对政策 凸显出了花莲在鸡蛋的内需市场是否没有达到自给自足的能力 而蛋鸡小农需要被辅导以合作社的形态来提高销售平台的能见度 以及花莲合法录影区的业者不足 县政府应该以行政资源来介入辅导业者合法化 增加录影区的量能才能够提高花莲旅游市场的变化性 在宪政总咨询的首日 先议员李正文对于日前全国新的议题 鸡蛋荒如何稳定的农产品失衡 呼吁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能够协助辅导养鸡小农 以组织的平台来建立才不会造成花莲的鸡蛋供需失衡 蛋荒造成了供需不平衡的状态 我们了解在花莲养鸡的状态跟这样的事实是存在的 但是在所有的县府的相关法令跟政策上面的作为 事实上在养鸡农的这个部分的区块 事实上是琢磨比较少 所以有业者跟我反映 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希望因为这次的蛋荒能够受到重视 所以在这个议案里面我建议了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所谓的成立合作社 再来就是针对小农契作的这个部分去做一些检疫 再来最后希望业者跟我们县府能够对话 他也指出近几年国人对于休闲生活的重视 其中录影活动未为风潮 也越来越多人喜欢从事此类的休闲生活 但是申请合法的程序 法令繁琐农长 并呼吁花莲县政府光流出 应该协助业者辅导合法化的经营 虽然花莲好山好水也是我们全国露营业者 或者露营爱好者的胜地 但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合法的业者非常的少 所以让我们的整个露营的这个产业 在花莲真的是惨淡经营 但是来花莲露营的人口非常的多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在这里要呼吁的是 我们现在如何让我们这样的一个 才未登记合法的业者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市场里面 能够因为县府的积极作为 让他们能够顺利得到合法的经营 这个是这一次做这样的 跟县府这样的一个呼吁 当然除了这样的一个呼吁跟建议以外 最后还是希望业者 应该讲业者强烈的要求 希望能够也跟县府对话 记者林杰花莲师采访报道